海巡人員登上漁船 從船艙甲板駕駛艙足以檢查 無論屏東東港 還是岩浦漁港出發的漁船 都要詳細安檢 因為台南市區漁會理事長林士傑遭槍擊 槍手很可能走水路偷渡出境 這起槍殺案 警察局長都不會言破綻極少 甚至計畫超過半年 嫌犯還製造出非常多斷點 讓警方難以搜證 槍手很可能早就有犯罪計畫 因為他在犯案前一天 就已經入住了附近的一間汽車旅館 這一間汽車旅館距離林士傑的住家 其實走路不到五分鐘 就只有兩個路口的距離 轉個彎就到林士傑住家 但汽車旅館員工否認 沒看過可疑人士出沒 警方有來過嗎 還是 沒有啊 這裡警方也都沒有來過 沒有啊 沒有啊 是我們這裡 但汽車旅館裡 沒有兇嫌的指紋 任何私人物品嗎 而犯案時間是凌晨五點多 是早早退房還是都沒退房 本來應該很好追查 最怕槍手用假身分入住 犯案後火速開車逃逸 放火燒車 一步步都是依照計畫 槍手犯案時間點是五點四十四分 但是呢 他是開著作案車輛 到了停車場放火燒車 被警銷通知的時間點是五點五十四分 短短十分鐘他究竟跑到哪裡 目前案情還是撲手迷離 警方又在高雄大樹區 找到槍手第二輛權力車 事故不宜證嗎 屢次製造斷點 加上槍手根本沒留下刑機 甚至監視器也沒拍到長相 因此連茶器專刊都無法發布 就這個案件在做一次的匯報 現在我們不鎖定任何的動機 就是讓它能夠廣泛的去調查 那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即便行政院要求法務部警政署 刑事局強力搜索 專案小組目前還是沒掌握到槍手行蹤 TVBS新聞趙麗松阿娟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